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五六六章收获不小 这是 龙咸 叶浩轩看到一个地摊上摆着的几瓶液体 不由得吃了一惊 没错 就是龙咸 摊主是一位中年人 他微微一笑道有兴趣吗 怎么卖 叶浩轩双眼直放光 像这种龙咸 是禀天地精化而衍生的灵物 极其珍贵 用来入药的话最好不过了 至少能治数种绝症 用同等的药材兑换 或者 三千万你拿去 中年人淡淡的说 如果是正常人 恐怕就被这三千万的数字吓坏了 但是叶浩轩可没管那么多 他刷刷地写下三千万的支票 然后交给了对方 对方毫不含糊 把三瓶龙咸全部给了叶浩轩 然后笑道不看一下别的了 叶浩轩看了一眼 他摊位上的东西 感觉对自己没有什么大用 所以就摇摇头 谢绝了 在这里转了半圈 叶浩轩倒真的弄了两支成了气候的太岁 以及树精上品灵芝 在特工酒里 也就是这两样东西最为稀缺 尤其是太岁这东西 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不是遇到一个能小悬术的摊主处 意外撼到一些 叶浩轩也难遇到 这两支太岁足足有五六斤 只是被风干了 不过效果却没打一点折扣 叶浩轩估摸着 至少两年内 不会再为特供酒的原材料操心了 逛了一圈下来 叶浩轩收获倒也不小 期间李延星离开了片刻 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 但这十分钟内 想来他已经摸清楚有些东西了 眼见快中午了 叶浩轩才和李延星一起离开 叶浩轩身后脱着一个庞大的包裹 里面就是今天在这里收获的东西 果然如李延星所说 他想要的东西 这里基本都有 晚上十二点左右 记得接应我一下 交代了一下叶浩轩 李延星便和叶浩轩分别开了 叶浩轩拿出来手机一看 只见上面有至少十个未接来电 不过是一个陌生号码 由于那个黑市里面 不准接听电话 所以叶浩轩的手机调成了静音 他有些疑惑的拔了回去 手机响了树下 对方便接听了电话 是一个女人 请问你是哪位 叶浩轩疑惑的问 叶医生 我是宁巧 你还记得我吗 对方的声音叶浩轩感觉有些熟悉 宁小姐 呵呵 当然记得鸟 我怎么会忘 叶浩轩一争 随即笑了起来 叶医生现在有空吗 宁巧问道 有空 有事吗 是这样的 我想请叶医生吃饭 感谢一下叶医生之前的帮助 顺道 我有两位朋友的儿子想请叶医生帮忙看看 宁巧犹豫了一下道 呵呵 当然没有问题 宁大明星出面 我岂有不去的道理 叶浩轩笑道 那好 先谢过叶医生了 我们三水花园见 叶浩轩挂断了电话 开这车便向三水花园向驶去 虽然现在对于见宁巧 没有那种激动的情绪 但是这可是自己昔日的女神啊 女神有求 叶浩轩岂能耽搁 一个小时以后 叶浩轩的车子就停到了三水花园的门口 三水花园是一处 星级酒店 叶浩轩来的时候 酒店前面停着一六毫车 而在宾馆的门口 还站着一对身穿黑衣 以及戴着墨镜的保镖 叶浩轩停好了车 就要走进去的时候 一名黑衣人拦住了叶浩轩道 站住 接受检查 接受检查 叶浩轩微微诧异的说 你们包下了 酒店了吗 我们包了一层宾馆 但是因为我们的老板 在这酒里下塌 所以进出的人要接受检查 保镖严厉的说 你们老板是谁 叶浩轩问 对不起 无可奉告 你的箱子拿来看看 那名保镖说 这就要去夺叶浩轩的行衣箱 叶浩轩这行衣箱里面放的东西 非同小可 他可没有那么轻易让别人抓到 他手轻轻一侧 这名保镖铺了个空 他淡淡地说 我不习惯有人检查我的东西 如果非检查不可的话 那我就不进去了 叶浩轩说 这就要转身离开 而那名保镖贺道 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你是谁 叶浩轩皱眉问道 我是保镖 你看不出来吗 那保镖骚包的 扶了一下墨镜 你是保镖 不是警察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你们主人是省部级官员 还是外国外宾 叶浩轩反问道 他对这保镖的主人有些反感 如果你包下了整家酒店 你不让别人进去 这也情有可原 但是 你只包下了其中的一层 就要限制别的客人的自由 是不是有些太过了 你在说什么呢 你知道我家主人是谁吗 保镖贺道 我不知道你们家主人是谁 如果真的是有身份的人 我想就会直接包下整家酒店 而不是只包下了一层 叶浩轩淡淡的说 你说什么 这保镖嚣张惯了 哪里有人对他们这样说话 手中对蒋机一按 就要叫人来 叶医生 你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宁巧的车 恰好停在了一边 在经纪人的陪同下 他快步走了过来 宁小姐 保镖微微一睁 向宁巧打了个招呼 这位是叶医生 今天他来就是为你们的公子看病的 叶医生 走吧 宁巧笑了笑 然后拉着叶浩轩的手 走进了宾馆里 里面是谁 架子蛮大的吗 叶浩轩皱眉道 港的那对明星夫妇 你听说过没有 宁巧笑道 那对明星夫妇 叶浩轩微微的有些诧异 他思索了一阵 然后恍然大悟道 你是说耿文和一丘同这对夫妇啊 没错 就是他们两口子 宁巧笑道 难怪 叶浩轩摇摇头 这对明星夫妇 在港市九首可热的人物 而且听说有豪门的背景 所以 门口这些保镖的态度 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是由此可见 两个人也并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物 要不是自己已经来了 叶浩轩甚至都想掉头就走 因为上一次 他受李军林所托 去帮港首富中华灿的儿子治病 中华灿夫妇的态度 让他极度郁闷 他怕再遇上 那种自以为是 以为有点钱就高高在上的人了 好了 年轻夫妇 有成就有背景 所以 偶尔也会有点架子 就当帮我的心好不 宁巧娇笑道 好吧 看在我梦中女神的份上 这个忙 我今天就帮定了 叶浩轩笑道 话说间 两人已经走到了一间总统 套房里面 门口的保镖 见到宁巧 就没再盘问 因为宁巧和他们老板夫妇是顾娇 所以就放行了 房间里面 一对夫妇站了起来 这两人的面孔 叶浩轩有些熟悉 就是那对酒手可热的明星夫妇 虽然叶浩轩现在并不怎么看那些脑残剧 但是媒体铺天盖地的轰炸式报道 还是让他第一眼 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两个了 秋彤 我给你们带未来神医 让我看看宝宝怎么样了 宁巧笑这走上去 看了看一边一名保姆怀里面 抱着的一个二三岁的男孩 小宝 小宝 巧巧阿姨来的 叫声阿姨 一边的一个年轻少妇 就是一秋童 她跟宁巧是多年的好姐妹 逗了半天 这孩子就是不说话 一秋童的脸上露出一抹 难过的表情 随即笑道 巧巧 你说的那位神医呢 现在哪里呢 哦 差点忘记了 给你们介绍下 叶浩轩 我的朋友 别看她年轻 她可是位神医 浩轩 这两位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你想必认识吧 呵呵 当然认识 明星夫妇吗 叶浩轩 叶浩轩 笑这向两位点点头 巧巧 这就是你说的神医 一秋童的神色变了一变 叶浩轩的年纪太轻了 样子很难让人幸福 如果不是宁巧介绍过来的 而宁巧又是她多年的姐妹 她几乎都要张口骂人了 这不是胡闹吗 是啊 您巧笑这 没有在意 一秋童夫妇的表情有些难看 她一直在逗弄 这那小男孩 叶医生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 耿文问道 不是 我没有出过国 我主修中医 叶浩轩回答道 中医 耿文夫妇的脸彻底的变了 他们没有见过这么年轻的中医 其实在国人的印象里 一些出名的中医 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头们 因为中医靠的是经验 像叶浩轩这点年纪 顶多算得上是一个学徒 又哪里会有高明的医术 看这对夫妇的脸色 叶浩轩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的年纪太轻 说懂中医 根本没有说服力 不错 就是中医 叶浩轩淡淡地重复了一句 他已经确定 这对夫妇眼高于顶 是不会让自己给他们看病的 胡闹 耿文脸色终于变了 他忍不住怒道 耿文 怎么了 宁巧一愣 这才回过神来 宁巧 我们算是老朋友了吧 现在小宝的病让我们一家人焦头烂额的 你还在跟我们开这种玩笑 耿文脸色不善地喝道 在他认为 宁巧找叶浩轩来 就是逗他们玩的 哪里有这么年轻的中医 是 感谢观看